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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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然 两名抄斗 一定要撑到大营之远 舅舅 舅舅在 赶快回去吧 你不该的 臣是不该 可你就应该吗 二十年前 我想象中的你 不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天之骄词 万千宠爱 这是陛下当年在南山顶 亲口答应舅舅的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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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说你 他现在是 一定是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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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攻城万古窟 阿宝 你说的谷是我的名 现在还不是 岂王不死 这种事永远不会有个了结 只会变本加厉 到那时候 舅舅也许没法再赶过去了 这江山 你还没有见过的锦绣江山 总有一天 你父亲他会留给他 等那时候 舅舅可能早就已经保护不了你了 将来到了那一天 你回想今晚 你觉得你现在做得是对的吗 你兄弟 啊 谁啊 他 啊 阿宝 不要跟舅舅一样 二十年以后再追悔莫及啊 我生于世是错 可是那些生于世者 我的名何故何罪 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承担我的错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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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进去躲躲吧 夫人 夫人 关门吧 让他们进来躲躲吧 我认得他们 夫人 不行 人太多了 夫人 求求我的孩子吧 他还这么小的 求求孩子吧 让我们进去吧 小阳内 小阳内 还记得我吗 我给我小阳内买牙疼 让我进去吧 吕夫人 我还给你做个鸡蛋呢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吗 吕夫人 你还看过我们家小孩呢 难道你忘了吗 夫人 求求您帮我们进去吧 回去 这是本宫的令旨 臣要跪街吗 一日班后 务必抵达长州 臣不是年轻时了 不能再像当年为了想见太子一面 一夜就能赶紧来回了 内城一破 你这一世 也见不到本宫了 你这一世 臣下 我没有 别的可以赶尽你的办法 我也没有 别的可以补救的办法 阿宝 内城不会破 我把冯楠留在了城内 他知道该怎么做 她在建议中 她在建议中 她知道了 她在建议中 她知道了 我让你会做 你尽力 在那边 我怎样 她说 还在建议中 正在有所 可以 我的 在我 这个 我 殿下 阿宝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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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еперь 开门 不用跪了 叫太医来 陛下 他走了 好 快去 不用 你下去吧 本宫有话要跟天子说 你下去 下去吧 什么话 这又是怎么弄的 陛下赏赐的直辜 陈无聊 搏着玩 搅到了 还是一起先瞧瞧吧 不用 臣说出来的话 陛下 或会雷霆震怒 臣 不敢先求堂卧药 先说说看 朕不震怒 不是你说了算 是 启王的罪行 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陈杰啊 朕知道你受委屈了 朕这次一定会给你 知犯 已经将秘书了 不够 那太子的意思是 那太子的意思是 臣是储君 臣犯了过错 上赖陛下 狂道教训 他一个宗师 犯了这种 母大逆之乱性 按照国法家法 又该怎么处置 朕倒想听听 太子的告诫 陛下 当初陛下相信 此事是臣所为 陛下打算如何处置臣 此事还请陛下定夺 臣 不敢知会 太子 这事里恐怕 你也不是全然无措吧 臣知道 从一开始 臣就犯了大错 但治臣的罪 和治他的罪 有什么关系吗 是没有 还是先等你舅舅回去了 看看再说吧 在这边 你这是 三日后 长州的消息就能返京 三日后 也有大朝 顾斯林位帝变城不定 臣自是叛国罪人 臣会在早朝的时候 亲手递上这份 请废除书 但长州平定 岂望的罪 也请陛下 公论吧 臣过去也一样有过 无法割舍之人 无法割舍之情 但臣已经决断过了 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与伯任 国独播剧场——精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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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杨胜的责任 跟武德侯和嘉乙伯无关 武德侯神威啊 不出半日 定兵兄解围城 上报朝廷 又是大功一件啊 功 老夫说过 只求无罪 就算是要问罪 武德侯在京 加一波出营 留守的只是 李四师 李四师 找到了 李大人 让差不多 离开 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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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忠诚先站回去吧 陆英的案子 朕日前亲赴刑部 已经问明了内情 刑部尚书 你给数位说说结果吧 臣遵旨 忠书令张陆正 您对前御使忠诚陆英 素有局 任刑部尚书间 借李逆百周一案 公谢私恨 伪造李逆妻陆氏族谱 擅权妄杀陆英及其长子文谱事实 张范业语供认不讳 定罪斩立决 就这样了 望诸位 陛下 就这么完了 陛下 王太子 视为张禄正诬告 这也已有公述 和忠诚如有疑问下了朝 你自己去刑部问着看吧 那还是不对呀 皇太子殿下明明在明堂上自认的 在场诸位都是见证吧 陛下 这回又要包庇谁吗 齐藩 皇太子自贡 是受了齐藩的蒙蔽 陛下 齐王遗婚亲藩 按国制早就应该 知藩 你知 夺萧定堂亲王决 将为广川君王 明日一早离京知凡 终身不得返京 皇太子 皇太子操守洁摆 无辜蒙蔽 其番 配事其敌 朕供难辞其咎 朕 奢供难辞其策 深厚惭 visig 不关心 芯 merk 人 얼� culture 谁 blanc 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辞 君子 皇下 张氏逆案 除其番一切从属 臣警 全权处置 伦 这时辰快到了 该动身了 这也不能捂了几时啊 倦王妃不在宅里 那去哪儿了 难道去了 老夫 老夫 到现在 也没有想起来 忠叔令结怨太多 不像小女 只有你一个 你不说 也不要紧 晚上马上 都要下去的 怎么 你现在 不想死了吗 对 小女不想死 因为小女和忠叔令一样 心中都还有牵挂 什么人 小女的 弟弟 要不是想到他 或许太子妃殿下 应该还自爱他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不能 为了他 够活呢 为什么 一定要拖着老夫 一道去死 小女不想死 但小女不畏死 因为小女知道 只有你不在了 他才不用跟小女一样 办事够活 不 你不畏死 是还心存有妄念 你心里盼着 有人来救你 出来吧 有鬼人要见你 听老夫一句话 这回 这位贵人也救不了你 老夫这一世 说真话不多 但张兴律多年 这回 你的死罪 就连天子 也赦免不了你 这一句 真是肺腑之眼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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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她是 回殿下 这位是中枢令的次女 在姐姐婚礼上 我是见过姐夫的 姐夫 你是想杀了爹爹和哥哥吗 殿下 臣父天下 无话可说 爹 孙子 大夫 大夫 噢 大夫 小夫 大夫 你 很aria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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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是爹爹用行事贴己的 而她 只是楚宫传口讯而已 居然还有这种旧法 只要 死罪能够 见面成流行 那我 为什么还要 姐夫让儿跟爹爹说一句话 想想儿以后的处境 用保下儿的心 保下他吧 她 她到底是谁 保 保 保 所以也请你到时候 承认成你的 向我的至亲之爱 谢罪吧 可为什么偏偏 报应了你们 她这是 展历绝 张剑生呢 我 充军 那 刘凤 姑娘 殿下敬礼 去哪里 去哪里 常州 一定 就这么 离开了吗 年身日久 地厚天高 若有缘 终有再见之日 她让姑娘 等她